大家好 爱吃鱼的小猫军用爱的家见面了 韩国一年一度盛世青龙电影奖11月24日在首尔如一岛KBS打听举行 赵云诚凭借神鬼海地捞获得南配角奖 其中最佳南配角入围名单分别有朴正明 宋仲基 吴正世 李军贺和赵云诚 这次赵云诚也凭借精湛演技以神鬼海地捞爆足奖杯 另外赵云诚与朴正明这次都以神鬼海地捞入围 最后宣布由赵云诚多奖后 朴正明更是比谁都激动 一起拍摄神鬼海地捞的莲金雅 高明氏也纷纷与赵云诚拥抱 他进行获奖感言的时候说真的很对不起朴正明 我很希望正明能拿到这个奖 估计是弄错了 感谢提供给我能与优秀的演员一起拍摄共演机会的柳生丸导演 江慧珍代表 拍摄这部作品的经验很神奇 彼此不想分开 一直在一起 一直很想念 最后分开的那天我哭得很厉害 对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其实这个奖项应该授予 必须获得很多掌声的海女家人们 如果我有值得拿奖的荣誉的话 那他们更应该获奖 莲金雅前辈的爱与米芝真的不想错过 最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想和最替我开心的金辉秀前辈拥抱了再走 金辉秀也是二话不说 上前给予拥抱 二人也在台上互相鼓励的模样 也被同为主持人的刘演戏封为最美的画面 1981年7月28日出生 刚满42岁 没多久的赵应成 是从小在首尔长大的都市男 小学时经历汉城奥运 亚运中跆拳道代表队 辉煌战绩的影响 立志要成为奥运国首和跆拳道教练 功夫不负苦心人 到高中时期已经拥有黑带四段的实力 可惜在地区校季比赛中伤及腰椎 不得不中断选手之梦 大学考上东国大学戏剧电影学系 中途四页降转全南科技大学模特学系 在学时被老师推荐拍摄男性服饰品牌 ZioZia的服装行路 因而被星探相众 迁入经纪公司SIDES HQ 从此展开了演艺星图 187公分 8.5头身的完美比例 也让他成为长腿欧巴的开山始祖 虽说至今已经出道已经超过30年 不过作品量却不算太多 即便算上配角和友情客串的作品 也不过仅有14部电视剧 10部电影 另外还有6支MV 身为外形出众的男艺人 真真佳佳的绯闻也必不可少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唯一公开承认交往的 只有和小太一岁的金明喜 可也不过两年左右就宣告分手 相对于作品数量稀少 绯闻绝缘 赵盈成在演艺圈的人员吉浩 和曹正世 朴欣慧 并称戏剧圈的三大人脉王 靠人品搭建的好友圈 不分男女便及目前幕后 阵容庞大到 必须以赵Lion来概括统称 一些人经常结伴出游 或露营或钓鱼或滑雪 每每在机场搭机出镜时 都会形成壮观的长腿如临盛况 除了近期 在迪士尼加上热播的movie 其实赵盈成还有十部 绝对不能错过的主演作品 以下就让我们按照年份 一一盘点吧 赵盈成必刊作品 一2002SBS水木迷你剧 射星 赵盈成在射星饰演外形出色 但私下却有阅读障碍症 只能靠着敞开内心 去传谋角色情绪的 苦学型演员 与饰演经纪人的李瑞震 小助理的全导演 有大量的精彩对手戏 尽管当时只是出道 四年左右的菜鸟演员 但是和大前辈们对戏 毫不声色 证明他不是仅凭外貌的花瓶演员 赵盈成必刊作品 22003电影《缘起不灭》 郭再荣导演及爱情喜剧片 《我们野蛮女友》后 转换纯性路线 不但捧红了当时 还是新人的孙一珍 也成为郭导 又一部生涯代表作 赵盈成在《缘起不灭》中 饰演两大男主之一的 大学学长吴上明 与孙一珍饰演的尹子熙 有着千丝万缕的莫名缘分 举手投足都有自带的明星光环 赵盈成必刊作品 32004SBS周末特别剧 《巴黎岛的日子》 赵盈成所饰演的富二代在明 有政治联姻安排下的未婚妻英珠 却在巴黎岛度假期间 发现英珠与前男友仁婿 藕断丝连 加上他对当地导游水晶萌生好感 因此决定会收尔后解除婚约 不过人算哪敌得过天算 巴黎岛的日子是赵盈成 首次接引豪门贵公子的角色 而且还是个天生放电的花花公子 本剧成为年度收视冠军 最高曾创下40.4%的收视数字 赵盈成必刊作品 42006电影 《卑劣的街头》 话说 韩国演员圈有个不成文的惯例 就是一线男员都得有部代表性的大荧幕动作片 于是我们欧巴就见了柳和导演 自编自导的《卑劣的街头》 片中摄影的帮派打手 丙斗是在底层挣扎求生的生计型混混 因为一起相挺好友拍摄的电影 友情出演其中的一位讨债人 靠着本色演出在电影上映后大获好评 却意外和前女友贤猪冲锋 有着跆拳道四段底子 赵盈成在片中的武打动作根本刷到不行 另外这部电影还有当时还不算大咖的男公民 李中鹤和静九 赵盈成闭汉作品 52008电影《双花店》 《镇的男人》 再次与柳和导演合作 故事改编自高丽时期宫廷契案的古装电影 结合宫廷秘史 三角激恋 武打动作 床子情欲等多重卖作要素 总票房突破了400万观影人数 成为当时韩国限制级电影的卖作冠军 不过也因为情欲戏太过逼真 致使女主角宋志孝 在此后三年的无戏可接 当然赵盈成在片中有非常多的机会 展现精实肌肉和精湛的武打 而他身旁的剑龙卫 一字排开 有林周焕 宋仲基 卢明宇 显佑 洪宗璇 也是扬眼的不行 赵盈成 必刊作品 62013 SBS 水木 迷你剧 那年冬天 风在吹 时隔八年回归小荧幕 与宋慧桥合作 那年冬天 风在吹 故事改编自日剧 不需要爱情的夏天 卢西经编剧 金归太直道 赵盈成 饰演的无数 是个无可救药 除了毒以外 毫无专长的边缘人 为了偿还大笔赌债 阴差阳错 顶替豪门之子 无守身份 成了盲女 无音的哥哥 原本只是一场作戏 哪知道 这演着演着 不但成了真兄妹 还有那么一点 暧昧情愫 播出期间 曾获得19.1%的 最高摄数率 也让她获得 国民哥哥的美成 张盈成 必刊作品 72014 SBS电视剧 没关系 是爱情啊 再度与 卢西经 金归太直 对王牌编导合作 女主换成了空小镇 张盈成所饰演的人气作家 张宰烈 在事业巅峰期 就陷入创作瓶颈 决定隐居在 名下咖啡店 楼上窝居 但却遇上 房客 心里一声 池海秀 两人从互相敌视 进展到相知相守 意外揭露了 载烈患有思觉失调 以及童年家庭悲剧的真相 男的帅 女的美 还都很会演 因此双双入围 百享艺术大赏 大田电视节 等多项重要奖项 张盈成 必刊作品 82017电影 金全新内幕 金全新内幕 描写司法机构 与黑帮分子 如何具有权力 金钱 性爱 等多种手段 堂而皇之 操纵政客 介入选举 张盈成 实验的新锐检察官 朴泰珠 在野心勃勃的前辈 韩强直的带领下 加上混击黑帮的好友 崔斗日 帮助 一步步向权力核心靠近 最后却功败垂成 内容大胆辛辣 却又处处似曾相识 获得 531万人资的高额票房 张盈成 必看作品 92018电影 围城88天 月血围城88天 取材自17世纪 唐太宗亲征辽动 以惩罚高国力 擅自攻打兴罗 势如破竹的军士 却在安氏城下 遭名将杨万春率军抵抗 近三个月 最后 镇前富商退兵 虽是虚构的野史 但是剧情高超迭起 热血澎湃 战争场面浩大逼真 符合大汉民族爱国主旋律 票房达到544万冠影人赐 张盈成 当然饰演名将杨万春 随他坚守安氏城的南朱贺 朴炳恩 雪炫 吴戴焕 裴又鸣 颜太谷等人 也全数受编进了 赵良恩旗下 赵盈成 必看作品 10 2021电影 逃出 魔家敌修 大导 柳成完 继军建岛之后 再度瞄准史实 改编题材 故事取自1991年 索马利亚爆发军阀内战 原本摄入水火的 南北韩外观人员 为了逃出生天 不得不放下成剑 携手逃出 宛如烽火炼狱的首都 魔家敌修 张盈成 饰演国情院 派驻当地的 参赞 江大镇 在危机期间 多次展现 过人手腕 及敏捷身手 保护大事 疫情人安全脱险 好意外 同篇的 尹静浩 举教换 金财和 朴庆慧等人 也陆续受编进了 赵赖恩 赵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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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